欢迎走进文言那些少 这个视频我们来学习一词多译中的发 简体字的发包含了文言文中的发和发两个字的含义 先来看一段魏忠贤和东林党人的故事 明大英魏忠贤欲发非常之谋 然魏忠贤至苏州 欲捕东林党人 招发京城 但日至苏州 场间得书 于成文发之 东林党人奋而相抗 魏怒发力补之 武壮士冒史时无数发 慷慨就义 有贤士大夫发五十斤炼之 后张普做五人墓碑记 发志士之碑 这东林党人是一群反对宦官专政的正直读书人 他们当然和大宦官魏忠贤势不两立 那故事中的发都有哪些意思呢 咱们接下来就一一分析 先来说说发读发识的含义 这时发的本意是头发 我们常说的身体发肤 瘦之父母 这里的发就是头发的意思 这个含义在考试里绝少遇到 你知道就行 下面重点来了 读发识字形为发 它的意义可不只是麻将牌 咱们还是先来分析字形 弓是这个字的形旁 可见发的本意是用弓把剑射出去发射 如孟子曾用射箭来教导别人 君子引而不发 这的发就是发剑 意思是君子张满了弓却不发剑 既然发的本意是射箭 那发还可以指剑的单位量词 知、科 看左边第六行 武状式冒史时无数发 慷慨就义 这里的发就是量词知了 意思就是武状式冒着无数之利剑 慷慨就义 说完了这两个意思 我们就要开始讲发更为重要的隐身意了 现在你知道发只具体的剑移动 隐身下去的话也可以隐身指人的移动 以为出发起行 看左边第三行 招发京城 但日至苏州 这里的发就是出发了 意思是早晨从京城出发 第二天就到了苏州 如果自己不想动弹 而是想让别人移动 发就以为派遣发出征发 看左边第五行 为怒发力补之 这里发就是派遣了 意思是魏宗贤很生气 派遣虚例 逮捕东林党人 发有本意可以引申出与人有关的意思 当然也可以犯指其他物体转移 那就是送出发出的意思 看左边第二行 然为发书至苏州 预捕东林党人 其中的发就是送出了 这是说 然而魏宗贤送出书信到苏州 想要逮捕东林党人 其实无论是物体的转移 还是人的出发 都是一种发出的行为 所以发又可以引申为行动 举动 发动 看左边第一行 明大烟魏忠贤 欲发非常之谋 这也的发就是发动了 据此是说 明大大宦官魏忠贤 要发动一场大的阴谋 如果这种发出的行为 适用于命令 政令 发就是发布 公布 看左边第四行 厂间得书 于城门发之 东林党人奋而相抗 这也的发就是发布的意思 这是说 东厂间司得到了书信 在城门前发布了出来 东林党人奋起反抗 到此 发的常见隐身就介绍完了 其实发这个词很奇妙 它是表示 事物由静到动的一个变换过程 这种用法在我们的课文中有不少 像是 花儿开花就可以用它 如罪翁亭记中有 也方发而悠香 又或者打开梁声 如梦子梁慧王上 徒有恶嫖而不知发 又或者是一个人事业的起步 如梦子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顺发于全母之中 这些句子都是咱们熟悉的 那其中发的意思 你是不是能总结了呢 记住 发这个词的本质 是事物由静止变成移动的状态 好了 到这儿 发的全部含义我就讲完了 接下来一起回顾下 发包含了发和发 两个字的含义 首先发的本意是头发 而为发时 本意是用弓把剑射出去 发射 由此引申 发还可以指建的单位量词 知 科 发用到人的身上 就有出发 起行的意思 派人出发 就是派遣 派出 征发 贩指事物的移动 又有送出 发出的意思 无论是人的出发 还是事物的送出 都是行动 举动 发动 最后发还可以引申为 发布 公布 视频的最后 我提到了发这个词的本质 是事物由静止变成移动 要记住这个本质 好了 关于发的那些事就说到这儿 下个视频要出现的是轩 咱们不见不散